大家好 今天是3月29日 星期二 欢迎关注加拿大华人聚焦 每天了解加拿大多一点 本期视频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 安省高速401 404 永久提速至110公里每小时 根据家通社报道 安省政府今天宣布 将包括高速401 404在内的 省级高速公路6个路段的限速 永久保持在每小时110公里 新限速从4月22日起生效 安省从2019年就启动了这项高速提速试点项目 安省政府表示 一份民调显示超过80%的安省居民都支持提速 此前试点项目的数据显示 限速提高至每小时110公里的6个高速公路路段 与限速为100公里每小时的类似高速公路路段 车辆的速度和碰撞事故率大体相当 据悉 加拿大还有6个省份 在某些高速公路路段的限速超过每小时100公里 安省自由党承诺 最低时薪16家元 10天带薪病假 安省审选即将于6月2日举行 近日 安省自由党党领邓邓德华公布了竞选纲令 承诺一旦自由党赢得审选 将会把安省最低工资提高至16家元 并提供10天带薪病假 此外还将开展每周4天工作制试点 在今年1月份 安省保守党政府将最低工资提高至每小时15家元 安省自由党则和姓明珠党均做出了提高至16家元的承诺 安省自由党还表示 承诺为安省工人提供10天的带薪病假 请病假的员工每天可以向企业要求最高200家元的补偿 并禁止雇主要求提供一声证明 预计该政策将耗资约8亿加元 自由党还承诺实施同工同酬 兼职员工和临时员工的薪酬与全职员工相同 并承诺暂停对小企业征收公司税两年 此外 安省自由党承诺实施每周工作4天的试点 如果试点成功 将会在全省推广每周4天工作制 BC省将出台购房冷静期 买家可无条件毁约 根据CBC报道 BC省政府已经出台立法 对于转售房屋和新建房屋 允许在购买房屋后设置一段冷静期 以保护在火热房市中的买家 减少买家提交报价的担忧 立法修正案一旦通过 BC省将成为全国第一个 对转售和新建房屋实施冷静期的省份 购房者将会有更多的时间考虑他们的报价 确保购房者能够正确地评估 融资以及检查房屋 预计将会在今年晚些时候出台具体法规 以确定该法案实施的时间 以及冷静期的长度 财政部长表示 在过热的房市中 很多购房者面临着巨大压力 要求放弃一些条件 一些新房主只有在交易完成之后 才能够发现代价高昂的问题 财政部长解释说 政府在与房屋检察员、评估师、地产经济 以及法律和金融部门协商之后 做出了设定冷静期的决定 就是希望买家在做出 人生中最大的财务决定之一时 能够得到充分的保护 但该法案也引来了业内人士的诸多批评 房地产专家认为 政府的冷却计划 不会缓解BC省的住房负担能力 并可能使卖家处于不利地位 BC省商学院教授夏莫维尔表示 这项立法不会降低住房成本 因为如果有人退出交易 卖家需要更多的时间和资金来重置 对于需要售房资金来换房的卖家来说 买家的临时退出将会带来更大挑战 BC省房地产协会同样也认为 设置冷静期会产生更多的问题 包括给卖家带来的不确定性 房地产协会认为 如果需要给买家更多的时间对房屋进行检查 可以要求在房产挂牌之前提供看房和检查的时间 而不是设置冷静期 币某银行预测 家央行下月起双倍加息 币某银行发布了最新预测 预计家央行会加大加息力度 至少在两次会议中 加息幅度会是之前预测的两倍 以此来抑制通胀 币某预测显示 从下月起 家央行将两次加息50个基点 随后在7月份加息25个基点 使得家央行的政策利率 在几周之内恢复到2020年之前的水平 家央行认为 1.75%是保持长期均衡利率的下限 均衡利率区间为1.75%至2.75% 并将在数月内达到1.75% 并茂的经济学家认为 家央行会将政策利率在2023年第一季度 升至2.5% 达到200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以此来应对30年以来的最高通胀 报道称 此前实施的量化宽松政策刺激了销售 预计 家央行将很快推出量化紧缩政策 以帮助抑制过度的需求 家央行已经承认会采取量化紧缩 但并没有公布具体会实施的时间 并望银行预测 家央行将会在几周后的4月会议上公布 经济学家也批评说 家央行早就应该在一年之前就实施量化紧缩 如果在那时实施 通胀就不会恶化得如此严重 等待更长时间带来了更多的问题 政府出第一招 安省海外买家税突增至20% 扩置全省 留学生取消退税资格 根据彭博社报道 安省政府正在继续提高和扩大对外国购房者的税收 安省政府在一份新闻稿中指出 将从3月30日也就是明天起将外国买家税 从目前的15%提高至20% 同时将税收范围扩大到全省 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变化会产生多大的影响 根据加拿大住房统计的最新数据 到2020年 外国房产业主占安省所有住宅物业的2.2% 数据显示 在安省 外国业主房屋拥有率最高的地区是多伦多市 非居民拥有3.5%的房屋和7%的公寓 此外 这项新规规定 海外买家税退税不再适用于国际学生 除非国际学生在因缴税款后的4年之内 成为加拿大永久居民 同样 外国工人也不再有资格获得海外买家税退税 而在此前 如果国际留学生自购买房产之日起 在安省的一所学校全日制就读至少两年 则可以获得退税 如果外国工人自购房之日起 在安省持有有效的工作许可证 至少工作一年 则可以获得退税 从3月30日起 这两项退税都将被取消 在去年12月时 一名安省高级政府官员就透露说 如果联邦政府不履行打击海外投资的竞选承诺 安省就要自行采取措施 在今天下午发布的新闻稿中 安省财政部长表示 该省正在推进扩大和增加税收 以遏制那些寻求快速获利的外国投机行为 政府表示 将为那些承诺 长期在安省扎根的新移民 提供海外买家税减免 并承诺与计划对空置房屋征税的市政当局合作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关注加拿大华人聚焦 每天了解加拿大多一点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